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经典的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的系列报道的共享之余之间 给大家带来一个蛮新的一个挑战 那是观念上的挑战 过去在我们农业时代 有很多人用换工的方式 来完成一件一个人做不来的事情 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 这个概念上调到说 如果我在我年轻的时候 去照顾老人家之后 那这样的换工 可不可以等到我老人家之后 有下一代年轻人来跟我来换回来服务我 那这个是在台湾 现在卖的高龄化社会里面 我们看要必须好好来思考 这样换工到底会换到自己未来 在老后来储存的服务的一个概念 那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有两位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第二位是来自我们新北市社会局的局长 我们的张锦丽 张博士 你好 王总编辑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锦丽 现任新北市政府社会局局长 国立济南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博士 曾任桃园县社会处处长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长 卫福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动小组委员 还有这篇我们的传书我们进行杂志灵 志灵你好 左边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黄子灵台大地理环境资源学系博士 后选人曾任台湾城乡发展研究学会研究员 台湾城乡发展研究学会认为经典杂志转述 经历训练还有一些口腔延缓失能的这些动作 还有抒发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大喊的方式抒发 他们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然后就用这个东西去做结合 来你看我给了 这一块也要洗你了 因应高龄化社会结构 美国在1980年代兴起时间银行的概念 以互助换工把每个人的时间与服务当作有价的货币 透过时间的等值计算 退换成使用者需要的服务 爸爸总是笑着说 以前当不老志工就像在储蓄 现在当他需要陪伴时 那些过去服务的时数就能提领出来使用 我想爸爸现在幸福的生活 台湾目前使用时间银行概念的机构 由新北市社会局推出的不老时间银行 安养机构爱爱院等等 透过双向互助 让回馈产生成就感 建立有信任感的社会 子丽先跟大家讲 实际上这种换工 这种用除去自己未来的具备 人家来服务我的这种先前去换工这样的概念 是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推展过来 主要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 有一位美国人 因为他大概在50岁的时候 心脏病发 所以当时只有他跟他的朋友能够协助 那后来他后来就提出这个时间银行的概念 那让这个时间它可以变成一个货币 可以去交换可以储存下来 那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就是 他在付出这个服务的时候呢 他其实这个未来或是当之后 可能可以是这个做这样的一个运用 是 他某方面可以把它想成是商业之间的借贷行为 先借 先还 先借 绝对有可能这样的方式 但实际上这样子的概念上 是在好像在学理上似乎可行 但是实际上我想我们新北市的社会局 在这一块如果把它硬做在真正的系统里面 东西方有不同的一个考量 也不同的一个社会结构 所以即使想要运作它 还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来思维 没有错 是 当初其实我们会发展这个不老时间银行 其实主要的利基点也是希望能够 顾老本存未来 换句话说呢 你在初老的时候 你愿意把时间的贡献给那些需要的长辈们 而你老的时候呢 也会有人来朋友你 那当初是想用这样的一个方案 吸引更多的志工来投入这样的一个不老时间银行 那其实我们其他的志工体系已经都存在了 可是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在面临高龄化时代 人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吸引更多的 初老的朋友进到这个场地里面来服务 比较老的长辈 同时他也把时间存下来 将来自己可以运用 是 那当初是基于这样的概念 当然我们也发现在那个时候就发现 其实我们居家服务的人力也是明显不足 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发现 我们的朋友去到老的时候 医疗的成本花费非常地高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如果他在初老的时候 他就做好了所有相关的准备 无论是在知识 在能力 或者是在这个退化的减缓部分 他先做好准备 也许对他未来的健康 对未来的减缓失能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 这个出发性是蛮好的一个想法 但也就是 可是在台湾现在 我们面临到一个蛮吊诡的一个环境 是 第一个 过去的时候 大概在五十几岁就退休了 可是如果以现在能力的一个需求来讲的时候 我们现在可能会移到六十五岁才退休 所以六十五岁退休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就可能在某个阶段 你就会开始喷零到这个能力需求上的 借根带之间会有些问题是不是 对 也有可能是这样 不过当然我们目前发现 譬如说我们有三千多位的不老职工 那这个不老职工 大概年龄层最多的 也都还是分布在五十岁到六十五岁之间 不过我们也发现有一个趋势 就是现在人越来越健康 有时候六十五岁他进来 甚至六十七岁他可以服务八十几岁的老人 换句话说那个健康的资本增加了 所以也许年龄也可以往后延的一定 是 实际上我在想 实际上台湾在做整个这种类似不老职工的概念 更早有像有那个发展者的一个民间团体 也请我们那个子玲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 那就像是鸿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它其实从1997年非常早就开始引入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 当初这个政府有在设置这个 所谓的这个照护地点 那个的时候它其实就配合政府的政策 有想要用社区的方式来去做这个时间货币的这个移转 像它可以有非常多的一种服务 像是散步或是剪头法 就是这些都可以 就是这些服务其实它都可以这个存存下来 不听懂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去帮老人 剪头法那也是一种货币的储存 有带老人 陪老人散步也是 是不是 所以它做的方式就是基本上 包括现在的什么 主要是居家康为主是不是 就是有陪伴 主要是老人的陪伴 或者是庆生 或者是我刚刚说的像是剪法 或者是有些甚至是唱歌 就是让老人心情快乐 也算是一种服务 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想要付出 可是对于说它需要什么 或者是它这个时间需要什么 它并不会非常踊跃地去表达它的需求 好 听懂 所以我想那个宏道老人心会的一个问题也是 新北市必须 刚开始就必须设身去想这件事情 没有错 是 确实我想宏道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可能征召了很多的志工 但是我这些志工无处可去 是 因为这些志工要进到人家的家里面 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听懂 我想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好了这个志工做了很多服务 它要怎么样兑换呢 所以换成货币或它自己所需要的 那就新北市政府来讲 因为我们是市政府在做这个事情 不是一个民间团体 民间团体 所以我们的场域是很大的 因为换句话说 我们是透过所有的社会局 都有市政府在做服务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些 要被我们服务的老人家 是比较容易的 是很容易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有课诉 比如说我派到你家 我不喜欢这个老人 我不喜欢这个富老志工 因为我喜欢唱日本歌 那他都不会 对 所以不要 所以就必须要做很多的 对 所以要做很多的这个模拟 要做很多的谋合 所以我们在事前的教育训练 跟实习就会变得很重要 是 那这样会减少那个客宿率 是 那另外呢就是 我们不是有进到居家而已 是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 公共偷劳中心 是 意见照顾中心 我们有很多的影法俱乐部 或者社区光環据点 所以我的富老志工呢 只要有人愿意来做 我有大量的地点 可以让他们 像我们影法俱乐部就有499个 我们有295个社区光環据点 所以没有6000多个资工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呢同样的 我们也会面临到兑换的问题 是 譬如说我们成立了6年多 对 我们就发现 因为都是初老的长辈来 他现在也不过才60岁 对 他可能需要到80岁才有机会用到 对 而且做这样的工作的人 我跟你讲 他会比较健康 是 因为他都做好准备了 所以你看他身心都很健康 人际情绪都很好 所以你们担心你们现在会被那个 应付在账款 没错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我怎么样让他兑换呢 是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那你们要不要兑换工艺 换句话说 你把时数捐出来 不要一直累积那个时数在那边 到时候我们可能太多了 会形成挤兑的现象 是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在今年我们也研发了各式各样 不老志工的 可以上的一些课程 所以我们也鼓励他们来兑换 如果在想这样是不是够呢 其实可能还不足 我们还要再想一些办法 让他们更愿意来做兑换 不要让这个时数不断的积累 可以加速的使用 对未来这个循环 它才可以更快速 新北市政府推动的 不老时间银行 是以社工通报个案 并由社会局 于系统评估长者状况 煤盒适合不老志工服务 它的功能就是把我们这些 煤盒进来的个案 然后我们会通过系统的管理去勾学表单 评估个案比如说像是健康资料 或者是身体功能 跟一些支持系统 因为其实每一个长者 他可能在这些 比如说健康资料 或身体功能不同的时候 他所需要的服务是不同的 那或许是有一些志工 他可能有一些专业的 比如说这个志工 可能他之前做过长照员 或做过居服员 可能我们就会 服务上面也可以有 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他是不老志工的成本专者 我们都会把就是实说key在上面 有点像存折的概念 你可以让不老志工看到说 大概一个月可能我服务多少小时 独自居住于三重地区 71岁的李伯伯 经历两次中风行动不便 每个礼拜最期待的就是 不老志工的陪伴时光 母娘 我刚刚把你带你 就说好 她也没有带你 就说不好 好像自己的亲人 还是说我是来看一个哥哥 那种感觉 我是先做毒鸡老人 后来就转型到 不老志工那边上课 然后就开始接这个 所以如果需要什么帮助 两个人比较有 可以商量的地方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两个人一族 等以后 我的失踪 不用这样 不可以说 伦伯来照顾我 可以有 还有副老师来帮我 这样我会不说这么无聊 我会觉得 实在是一些人 还有家妇都做一些事情 这样生活比较稳 互助换工 其实是重建社会里 世代之间的新关系 透过轻盈互助 劳劳协助 并肯定不同劳务的价值 打造以共享互惠为基础的 社会互助系统 原则上这样子的换工的态度 就你们自己在长时间观察 也算一段时间 从大概一个五六年的一个推展时间 对 从被照顾者跟照顾者 他们这些照顾者 怎么愿意来跨渡这一步 来做这件事情 那被照顾者的 他们的心态是如何呢 那是什么样的环境 对 其实基本上 我们大概被照顾者 大概都是属于独居老人 不论他是实质的独居老人 还是说 他可能在某一段时间 他是独居老人 基本上他都是独居老人 他才需要做这样的服务 那我们的布老师工作 就是基本上以陪伴为主 陪伴他运动 陪伴他去购物 陪伴他去散步 甚至帮他做一些文书服务 等等 类似像这样的 那所以他并不是取代了居家专业 听懂 听懂 所以是做这个部分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说是布老师工 那我们就发现 他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场地做 其实很多布老师工跟我们反映 他说我们刚开始都以为 我们去陪伴老人家 就可以 到最后我们发现 是哪人家在陪伴我们 听懂 对 他说因为呢 我们到那边之后 发现这个老人家很有趣 因为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课程 怎么样开启画夹子 怎么样聊他喜欢的话题 是 他说我们也从跟老人的陪伴过程里面 受到了很多的滋养 换句话说呢 我们跟他在一起 我们觉得很快乐 那那个快乐才可以相互的影响 是 譬如说有时候一起去运动 或做新北市提倡动健康等等 或者是有时候一起做美食 然后一起唱歌 有时候一起去购物 他说那个时光 就变成是一个快乐的时光 而且他说因为我们上了很多的课程 他说其实我们对我们的老年 就是我讲布老师 听懂 他是没有想象 可是我看了一个85岁的老人 我陪伴他的过程里面 我就知道 原来我在年轻的时候不努力运动 我的肌肉就会消失 对 肌肉就会消失 就会不见了 所以要增加我的肌耐力 我应该多做什么 多做什么 所以对于他未来的 进入老化的准备 他都做好了 然后另外因为有情绪的相互的陪伴 这个人际关系 因为我的快乐跟你讲 我的快乐会加倍 我的痛苦跟你讲 我的痛苦会减半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情绪变好了 人变得更健康 是 人际变好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相互都有互惠 是 但是我再请教你 像这样子的陪伴 像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讲说像布老师公 他基本上应该是 长期来关怀同一个案主吧 他不可能用力东东跑西跑 不会 否则这样子大家 那个大家就忙于交新朋友 对 那也会很累 所以你们通常是用 怎么样的时间点 来看这样的事情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当然他可以自己主动申请 也透过里长或者是区长 或者是我们当地的社福中心 是 来做申请 那申请完之后呢 我们会做媒合 是 那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讲究地缘关系 所以说我可能住在中和 我就希望是中和的布老志工 他对这个 他要服务的对象 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是比较容易建立关系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可能建立关系的过程里面 有时候未必是那么顺利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会有督导 来跟他讨论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转化这个挫折 或者是说他其实 这个可能对你有些挑剔 他才是真正喜欢你的开始 喜欢你的开始 听懂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他其实是有很多的学习 因为它实际上听起来很容易 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 我搬家了 如果从新北市搬到头缘 或是从新北市搬进台北市 那这个怎么办呢 他就不能用了 就不能用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直很希望 倡议这个中央 你们要各个县都要做才行 但是不行 不然我这个没有办法流动 每一个省格的标准都不一样 对 所以现在到目前还有一些困难 但是实际上 那个子玲在文章谈到 除了新北市之外 还有一个很特别 在基隆有个什么 房碟公班 那个名字很特别 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他是在位于暖暖 那房碟公班 顾名思义 就是主要是防止这个 有人跌倒 老人跌倒 因为老人家他其实年纪大 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因素 可是注意力不够 他又有可能跌倒 那居家环境上面 就是非常需要做维护 那在暖暖的房碟公班 他有什么特别的呢 他主要是做社区 社区的这个关怀跟营造 那他不是一个单向的这个照顾 因为他其实会认为说 老人虽然已经年纪非常大了 那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个 这个居家的这个修散 他其实有更多的 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 还有这些不一样的技能 可以分享出来 所以他其实是透过这个 房碟公班做一个媒介 那去了解说 这个老人家过去他有什么样的历史 那如果说发现某个长者 他可能很会编织 或是就是小东西 那甚至有些是很会写书法 他们就可能会去介绍 他们可以到附近的小学 就是去跟他们上一些社团课 听懂 实际上我们来请教我们的局长 实际上在对这种 在台湾迈入 急速的迈入高龄化社会里面 像这种不老之工 像这种未来的长照 未来的这样 都是对你们那种社会局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是啊 这个课题上面 他必须重新对大家对 尤其在新北市这样子的环境 有乡下 有城市 对 所以处理起来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他刚才谈到几个 都是小小的社区 社区比较单纯 但是一个都会区 还包括了整个乡村地带的时候 对 这个政策的施展下来 就确实有点困难 没错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发展 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案 像不老志工 其实只是我们高龄化社会的 应用方案的其中一项 所以我们其实 譬如说刚才特别讲 我们市长 侯友与侯市长 清点了所有 我们可能的场地 因为很多老人 其实他出不来 是 出来就在家里面 看电视配饭 是 那是一个很孤极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我们在想说 怎么样让老人家可以出来 所以我们推动老人共餐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已经将近一千个老人共餐点 是 而且这个共餐点 不是政府付钱 没有 是你当地的社区发展协会 你的地长 你的公庙 你们自行组成的 是 然后大家可能跟大家 收一点钱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可能来的时候呢 共餐一下 顺便做一点动健康 是 换句话说你要想到很多 那我们还包含 我们有很多那种行动讲师 就动健康讲师 我们训练了五百个 到所有的社区 所以这都是属于 不老志工吗 对 那我们的志工 我们给他一点点钱 因为我们常说我们只是 全部用志工 是 这个有时候人家有点车马费 是 所以我可以说一个小时 你在那边教我们的老人 做防蝶操 是 我就给你八百块 但是你要坚受我这些训练 你要拿到我行动讲师的牌照 听懂 那你就可以到我的营法俱乐部 到社区关怀据点 到我的公共托牢中心 到我所有的据点去做这样的服务 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跨代服务的部分 这个所谓的双代共荣 可以说怎么样吸引年轻朋友 他们能够做一些董老的训练 然后让他们能够来 为我们的长辈服务 像我们今年暑假 也动员很多的大专 所以他们参赛报名 我们有高额的奖金 是 那你来我的 先来我的营法俱乐部 来我的社区关怀据点 蹲点 设计老人需要什么样的方案 听懂 然后大家来比赛 是 听得出来 因为实际上我们自己很清楚 我们自己的实际基金会 一直尝试在做这样的事情 是 所以在尝试上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以NGO的角度上是一回事 如果在公共学历一起来结合的时候 势必可以为我们这一代未来的老 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老的有军援 没错 老的是有方法的 对 人家快乐的老去 应该是蛮美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局长在未来之间 你在这种社会结构里面的台湾 你觉得有几点 你需要再跟大家呼吁一下 不单只是新北市 大家要如何面对老 大家如何共同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当然我在想 就从个人的部分 当然就说 譬如说像 如果假设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初老的阶段 我觉得尤其是退休的 很欢迎大家来做志工 因为这个志工 其实你会接受各式各样的训练 而且也会接受各式各样的挑战 也会有很多的导师来教导你 换句话说 可以提前为你的初老 为你的未来的老年做准备 当然也欢迎他们加入不老志工 存老本顾未来 是 实际上除了大家就讲的说 老的时候除了归一孙之外 对 他实际上也要去做其他的 更有趣的事情 更有意义的事情 没错 我想这个是实际上 在每个阶段之间 可能有不同的政策 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在像这种换工的概念上 他不是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但是我们更希望是 大家都自愿地来做这个志工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吹的方式上 可是在全世界 慢慢都在运行的中间 没错 我想他可能给了他一种 比较一种信心的感觉 一种保险的感觉 对 是 是 所以谢谢我们的张局长 也谢谢我们的子林 欢迎大家同学今天去吃看 我们的经典的TV 收录日志时期写真馆的作品与故事 呈现当时摄影氛围和视角 摄影家将生命热情与精力注入镜头中 刻印出当时人们的生活景致